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副指揮官丹宗安 公民萊姓边境北斗团阳性关 已经正在世界主流北斗 我们也要持续加工立境关键 请外国立境的路级作为配合 提前所有来自国外立境的路级 一定要配合相关拆检促试 也要配合进行14天减益 路级是立境前14天来 赞金起过风险团的国家 也许赞金是这个国家专家 都要配合进入一种减益中所 进行14天减益 也要配合专案拆检 感谢辛苦的第一山风雅令丸 也要请大家作为来配合风雅促试 修好咱们的健康 祝福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大師大外小海 今天是10月18號禮拜一 今天是台股市開高走低 這小跌了75點 那上個禮拜大漲了快400點 所以今天做一個稍微開高做震盪的動作 其實也不錯 那今天是鴻海集團的領導人 郭董的生日 我祝他生日快樂 為什麼要祝他生日快樂 不是因為過兩天我生日我來蹭 不是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今天老師晚上可以打疫苗了 而且還是打BNT 我告訴你喔 疫情從去年年初爆發到現在 我終於排到疫苗了 你覺得我會感謝塔綠班嗎 欸 BNT是塔綠班幫我買的嗎 是日本人送的嗎 是美國人送的嗎 不是啊 是郭董去努力的 是台積電 慈濟 花錢買的 所以我要感謝他們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吃水果一定要拜求頭 你不要說老師我跟妳講 你今天立台掌停板 你應該寫測標啊 對不對 好好的什麼什麼 胡說八道一番 同志朋友 需要嗎 你只是想聽這個嗎 你只想聽這個嗎 那怎麼樣 55 56叫你買 立台你不要買 現在69塊了 漲停板了 怎麼樣 罵老師啊 你中間要整理了兩三天 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跑了 剛我什麼鳥事 就像我感謝郭董去買BNT 來造福整個台灣老百姓 對不對 造福整個台灣社會 那是我的事啊 對不對 也許你是塔綠班很不爽啊 我這邊擋還擋去擋還擋去 擋還擋去 左擋右擋 左擋右擋還讓他進來 哎呀真是的 真氣人 所以我說你們可以去打高端啊 高端現在都沒人打 對不對 我認同啊 我認同BNT啊 這國際 國際認同的疫苗 我認同這個啊 你認不認同 無所謂啊 搞不好你 搞不好你現在也可以 對不對 也可以去預約也可以打 你吃水果要拜手頭嘛 這是做人最基本的 對不對 受人家的恩惠要永濟於心啊 有機會報答的話也是要永全以報 那不然呢 是不是怎麼說呢 那當然今天的盤面上啊 大家都在觀察台積電啊 台積電 今天是開屏走低啊 開個小高之後直接下來 那外資又喊一千多怎麼樣 這不重要 反正 他上個禮拜五已經大漲漲到六百塊 只是上禮拜五收盤六百塊 今天做一個小高盤之後 下來 拉回了十塊 所以這也是今天大盤啊 比較做的原因 之一 之一喔 不是之二喔 之二當然是貨櫃三雄嘛 又是那個三個倒霉鬼 氣死我了 所以我跟你講喔 今天雖然抱著感恩的心 對不對 感謝郭台銘 郭台銘今天生日嘛 一定要再跟他講一次 真的是祝他生日快樂 祝他長命百歲 真的我講一句實在喔 當初他出來選總統喔 他沒有代表國民黨出來喔 我跟你講這是全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 真的就是一大損失 那這兩年讓郭董會來看喔 可能我們台灣可能更好 好 也說不一定啦 我們不能講得太篤定 也說不一定 那大家加油啦 今天大家都在注意 鴻海啊 在發表那個電動車 MIH的成果 出來的三款車喔 還不錯喔 我覺得 我大概有看一下那個電視在轉播 因為他在那個 南港那邊 展覽館那邊 有在展覽 可是我是感覺到還不錯 因為台灣終於有自己要做電動車啦 你像 你如果要批評的話 落井下石的話 你看今天的廣宇 也沒有表現很好 這MIH概念股嗎 他們自己的 那乙勝也不好 那宏準當然也不好啦 當然連他跟他合作的育龍也不太好 這都 短線上啦 以育龍為例的話 我覺得最近也是有漲 有漲 漲一波然後稍微做壓回 稍微做壓回 稍微做壓回 我覺得都還好 但是只要開這一槍之後 整個台商自己做整合 我覺得MIH未來還是看好的 這跟郭董去買BNT 這沒有什麼相關啦 我個人覺得 我會對於整個鴻海的布局啊 會開始給予正向的 比較每次去代工那個手機嘛 代工蘋果手機 那個毛利不高 對不對 那庫克他們就是學成本管理的 學財務出身的 他就是把你壓得死死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過去的鴻海可能就毛三道四嘛 毛利很低 可是我覺得未來 他還蠻有機會的 因為如果跨入這個新領域的話 而且找育龍合作 我覺得整個集團啊 有機會重生啊 搞不好真是像郭董講的 可能會漲到兩三百 漲回去兩三百不一定 那當然是還是要 死也命也運也啊 還是要時機的配合 那貨櫃三雄拉回 最怕的就是這個 那其實市場不是沒有錢 當然我知道說 因為我們自己有那個 航運股的那個特工隊的那個小的群組嘛 當然裡面今天罵聲連連啦 那其實你要去看喔 我九點零五分的時候我就跟你講了 你懂我意思喔 我九點零五分的時候我就跟你講了 今天的航運股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不要什麼想去攤平什麼 先不要攤平 這幾個字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 就算尾盤拉上來 我也是告訴你看法不變 先不要攤平 萬一明天開盤又去測今天的低點怎麼辦 那今天的低點又被跌破了 那不是引爆更大的那個 停損的賣壓嗎 所以我說先看看 先按兵不動 這個我們是早上一大早就發給你 我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 也許你會認為說 啊老師我覺得你的 啊在說的啊不痛不癢啊怎麼樣 那也不然怎樣 不是啊你那個群組裡面幾百個人 你們都沒有交半毛錢耶 那要不然要怎樣嘛 你股票跌下來 我現在不是要推卸責任喔 你股票跌下來 跌這麼深了 對不對 跌這麼深了 講一句比較難聽的 第一段橫盤第二段第三段 他已經走第三段了 那隨時有機會反彈 難道你叫我在這邊叫你們停損嗎 你格局是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很多人盤中插下去 他就已經說 我覺得今天會跌停 我要退出群組了 我要賣出啊 那你就退出嘛 因為你的退出 別人才可以加進來嘛 你懂我意思喔 但是你退出了之後 就不能再重新回那個群組啊 你不能在那邊吵嘛 退出的時候 老師我不小心按錯了 你覺得助理會不會給你比中指 剛剛好而已啊 你就自己按退出的 又不是別人把你退出的 對不對 你退出了就退出了 就不要再打來complain了 我們也沒有收你錢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能救一個我們就救一個 你退出 那名額讓出來 那其他很多人在排隊啊 不是講過了嗎 我相信你都聽得懂人話的 對嘛 所以你退出別人要加入 讓別人才有那個名額加入嘛 那個群組就幾百個人而已嘛 所以最好你趕快退出 然後別人很多人在排隊 後面聽說啦 超過100多個人要排隊要進來 你趕快退出 你要的你記得跟助理登記 你沒有名字沒有電話 人家怎麼幫你加啦 真的很多人真的是喔 你到底是 逼老司瓜智障 我已經是電腦白痴了 居然還有很多比我更笨的 這是我真的無法想像 好不好 你自己加油啦 今天立台衝出去了啊 漲停板 那這不意外啦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說 比特幣週末又會創高啊 這我好像有講啦 LINE上面也有公佈啦 你要不要聽隨便你啊 今天盤總統來漲停板 當然我知道你在等這個價格嘛 那這個價格你就有點尷尬了啦 我直接講啦 大家都等這個景限啦 啊奇怪啊你這邊為什麼不買啊 對啊啊你都在等這個景限 景限突破你才要追嘛 這是一定的嘛 那景限突破你才要追 那你為什麼低檔不買啊 為什麼低檔不買 那景限突破才要追 我現在不是在看說 欸啊那個98塊這個會不會過呢 啊我不是在看前高會不會過呢 我不是在看景限會不會過呢 我是在算說過的話要噴到多少呢 你看我之前跟你講滑琴 我也跟你講啊底部完成之後 他第一根紅棒拉起來 他還在震盪 他之後還是會往上走 你看你自己看就好 我把圖縮小來你看 第一根拉起來我就跟你講 差不多了喔他也是板卡 來整理完 來今天又一根長 他今天板卡他最強 第一個拉拉掌停板就他 那有沒有先跟你講 有啊圖卡為陣嘛 對啊就這樣就好了啊圖卡為陣 這10月12號 這10月7號 重點是什麼 9月30號叫你買 10月6號再叫你加碼 那我說有人在買 漢訊嘛對啊 啊漢訊有沒有漲 漢訊今天也漲停板啊也來這裡啊 啊是不是有人在這邊買漢訊 好奇怪喔你都知道耶 我在這邊我就跟你講有人在買漢訊喔 你看到最近外資一直買 買這麼多呢 不是你買的啦 那漢訊在幹嘛 漢訊也是要突破一個警線啊 那你覺得會不會過 就這樣就好了啊 對我們事先講 有啊 啊你怎麼看嘛 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你今天很難過啊 什麼老師我跟你說那個 長榮喔基本面這麼好破底 我也有頭啊 喔你們這些主力喔 這些業內很厲害的 很會運用媒體啦 喔很會運用媒體及大眾的那種 那種害怕的心理 你看今天 最後殺下去之後彈上來 欸 晚上九點就看說融資減多少 減個一兩萬張明天搞不好又跳工上去了 股票就這樣啊 他的應該有的價值已經被跌破了嘛 我是個人認為是被跌破了啦 啊所以你要去看喔 你不要去猜說比特幣會不會什麼 什麼十萬啊 還有人喊二十萬啊 我跟你講那都不重要 重點是人家拿圖卡出來跟你講說 人家在這裡買 啊你在那邊耍什麼白目 然後現在來這裡了 然後你就說什麼啊 這個警線不會過 啊我你喔明天如果直接跳空過 那你要怎麼做 看別人做 看別人表演 看人家賺錢 我覺得那態度很奇怪 我覺得態度很奇怪 包含最近我們看好這一檔 SIC的那個燙花系的股票 不是跟你講壓回我還要再買嗎 那開盤你壓回你為什麼不買 推尾盤又收高了嘛 開盤你為什麼不買 欸這問題就很奇怪 欸開盤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買 對吧那尾盤收高 那也不是我害你的啊 對不對他去化解掉外資的賣壓 我當然知道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那你有沒有 那你沒有啊 那他在幹嘛干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我們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 他在幹嘛 不干你的事嘛 就像有人之前 去關心人家台中市長要不要下台嘛 你看事情現在發生在他身上了 要負責嗎 要負責嗎 十年前他的標準是什麼 十年後怎麼改這麼多 哇 了不起耶 對不對 觀眾朋友你都知道我在講誰嘛 了不起耶 所以這種人才會做大官嘛 才會做大事嘛對不對 做大事我不敢講 做大官一定有 對不對 你認不認同 我是一邊看邊笑 你認不認同 對不對 大家心裡面都有一把尺在看嘛 你認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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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告訴你 你這支公平 如果噴到這裡的時候 我再來 幫你參加 對 噴到這裡的時候 人家看一倍了 為什麼你再來參加 大官大也不是這樣 你了解意思不 不知道你聽得懂 聽不懂 傻瓜也不是這樣當的 好不好 不要把別人當傻瓜 做一個聰明的投資人 首先要簡單的是鎖定我節目啦 但是你一定要做聰明一點 照此放亮一點 好不好 我們先進廣告 再回來現場 謝謝 第一三三六六 頂業投顧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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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附直播 立即上線 立即上線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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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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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既然要賭嘛 就拔個比較兇 你像今天就是那個虛擬貨幣的挖礦的概念股會漲 對不對 那你要看嘛 這一支為什麼漲 這低檔這麼深了 最便宜的挖礦股 怎麼樣 你有沒有 成交兩萬張 對不對 你看今天立台 成交一萬八千張 這叫沒有成交量嗎 當然你會繼續假裝說 我沒看錯啊 我就有貪啦 有啦老師我貪兩千塊我自己走啊 對嘛 水準好一點還會跟你謝謝 水準爛一點的 你一個屁都沒有 對吧 你像過兩天我生日 那有投資朋友在line上面幫我做了一個打油絲啊 交割單啊什麼都不行都不行呈現在螢光幕上 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啊 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啊 不會留啦 你如果要退出群組了我不會留因為很多人要加進來不要在那邊耍寶 因為 投資朋友也是蠻可愛的 退出以後有些反悔 反悔在那邊靠邀助理說什麼啊可不可以再幫他加我 我覺得是不行啊 退出你那個群組你只要自己按 按退出之後就不能再進去了 就是你自己活該啊 不然你就直接參加會員嘛 參加會員 老師盤充的訊息也會給你啊 那不是更快 有買有賣不是更快 就捨不得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第一天認識 觀眾朋友嗎 我很了解啦 我跟你講 我比這些任何上台面上的這些官員還接地氣 我太了解了 老百姓在想什麼 賞物在想什麼太清楚了 你自己要加油 我是很認真要帶你啊想要幫你賺錢啊 可是有時候 我只能講有時候適得其反 因為你看的是短線 我看的是波段 衝突點就很大 而且矛盾越來越多 這我必須把它點出來 這矛盾越來越多 那我們是要希望幫你賺錢 可是你又是一毛不拔 捨不得花錢又沉見很深 所以問題通常都是從這邊產生的 那為什麼很多人看節目賺不到錢呢 就是 悶啊吵啊 哀哀叫啊 怎麼樣啊 然後你怎麼樣啊 你可不可以怎麼樣啊 老師可不可以怎麼樣啊 那 你白癡啊48不買 48不買長到132了你還問我說可不可以買 老師你怎麼這樣啊 我這樣講很過分嘛 每天給你紀錄每天講每天講每天講到快哭出來了 你還是不認同啊 沒有用啊 就跟你講不再追蹤了你還跟你說 那個怎麼樣啊你之前推薦過 我之前推薦過好多股票 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清醒一點啊 我可不可以請你清醒一點我沒有說你是怎樣我說你可不可以清醒一點吧 對不對 那做完一檔來換一檔嘛 你如果下降的壓力線突破的話 那你看嘛 這檔股票高檔下來融資減那麼多 對不對 籌碼有洗了嘛 那如果明天上去 如果明天突破91 再說嘛你一定是過了這邊你才要買啊 我知道啊 過了這邊的時候是112嘛 過了之後你才要買嘛 傻瓜 84你不買 85你不買 82不買 然後整天說什麼 老師啊我好可憐 好欠揍 好可憐 根本就不是好可憐啊 我們都有幫你 對不對 來 水手們 加油啦 加油啦 跟著我一起來 機會越來越 越大了啦 有機會反敗為勝 該加碼的時候我們會 用力的加碼 祝你大師傻有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做出出出出出出出的 入口 你好 可憐